我們有個關於介紹的新聞 台灣衝了一下 是說7 即時早上 在本星期還在7 天 有7.4 天環 bios 建築在華厘城市 最初的4人死亡 數位也殺死亡 尼克仁 情況 最初的50人死亡 各大外媒都以即時速報 來報導台湾7.2強震 由於這回強震 全台都有感災情頻傳 國際媒體更是格外關注 建筑倾斜的照片纷纷登上多间媒体头条 西恩就放上了花莲倾斜建筑的照片 在首页写下25年来最大强震 袭击台湾作为标题 而纽约时报一样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而南韩的媒体更针对这一次的强震 请来专家进行分析 1999年 발생한地震 이후 25年 만에 발생한 가장 강력한地震이다 이런 평가가 나오고 있는데요 이번에는 현지 상황 알아보겠습니다 由于在南韩最近一次经历到强震 已经是2016年当时规模5.8 相比之下规模小很多 而除了伤亡之外 其实各大外媒也相当的关心 包含台积电在内等半导体产业受损程度 英国BBC同样也将强震的消息放在首页 报道特别提到半导体龙头台积电 已经撤离了新竹和台湾南部部分工厂的员工 同时表示台湾建筑物剧烈摇晃 有两名的德国游客被困在重德隧道 花莲发生大地震 也让全世界媒体高度关注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